教育新闻方面手下带您关心 位在屏东的高凤数位内容学院 在过去八个月以来 只发给教职员一万块钱的月薪 前天有多位教职人员北上抗议 而教育部官员今天前往学校商讨 如何解决问题 校方已经承诺要在半年之内 分批归还三千多万元 不过高凤目前的负债超过了三亿 教育部要求在二月十号以前 必须提出改善计划书 现在校方也不排除 到时候会选择退场 协助学生转学 上午十点教育部记职司长李燕 依旧抵达高凤数位内容学院 和学校仅剩的三十多名教职员 以及学生代表召开会议 讨论学校倩薪三千四百万元 如何清还以及是否可能退场 会议进行了三个多小时才结束 校方会后表示 二月开始将用半年时间归还倩薪 我们目前有 一一六千万的相关的教学设备的 这个资产之下 那当然还有一些教育部 可以协助的部分 或者是说董事会这边 可以筹筹的部分都在做安排 因为董事会已经对校内表明 没钱清偿债务 变卖校内设备虽然还能归还欠薪 但校方总负债还有三亿元 经营已经陷入困境 教育部要求高峰在二月十号提出 改善计划书 校方不排除选择退场 我们这个改善计划书或是所有的停办的程序 在学校内会经过校务会议 就是全体教职员的校务会议 那也会经过董事会 那再送到教育部的相关的咨询委员会 去做指导跟研究 教育部承诺如果学校真的退场 将协助学生转学其他私校 不过也有学生表示 一二年级的学生学分恐怕无法全数 被新学校采纳 那一二年级他们一样有这个配套 可是他们就有需要去上他们的补救课程 可能利用中午的时间 转学相关细节还要校方确认退场 才会再跟学生进行讨论 但学校教职员私下表示 董事会已经表态 只要校务会议决定退场 或是找到买主 都愿意放手退出 记者王界村陈显坤评论报道